你好,感谢你点开我的视频 相信不用我剧透 如果你有关注任何蜘蛛侠英雄无归的消息 那么最大的剧透应该已经变成盖片的票房最大卖点了 那就是跨越了近20年的三代蜘蛛侠桐 本以为今年007无侠复死 但尼尔克雷格的谢莫是个催泪蛋 现在才知道年度最大的催泪蛋在这里 蜘蛛侠英雄无归 无论你是漫威宇宙粉丝还是蜘蛛侠系列铁粉 这个开启平行宇宙神奇博士深度参与的完结片 绝对是一部颠覆性的真人版蜘蛛侠 在保留大家看片新鲜度的情况下 我在这里跟大家横向分享下 由汤姆·格兰德饰演的小蜘蛛 与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 几版蜘蛛侠系列的一统 同时也是我最大的看片惊喜 先来说说不同 首先就是大家一直担心的 小蜘蛛总被诟病太像钢铁侠接班人 要不就是面临着代理父亲的问题 之前是钢铁侠 这次会不会是神奇博士 好消息是 这次导演乔沃斯和编剧团队 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 毕竟三代蜘蛛人同框 绝不是为了摆pose 而是让小蜘蛛终于有了某种程度上的brother 在经历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刻 拥有共同经历 甚至是悲剧命运的三代蜘蛛人 将从多媒宇宙的角度 重新理解自身经历的意义 从而相互理解并展开合作 当三代性格迥异的蜘蛛人站在一起 你会瞬间意识到 你完全不会去比较他们 因为确实没有高下之分 无论每一代蜘蛛侠的故事里 剧情有多狗血 他们的亲人总是离世 尤其是前两代蜘蛛人的宇宙 仰慕的长辈和亲近的朋友 总是突然翻脸变反派 但是不得不说 托比马奎尔 安东路加菲尔德 以及汤姆赫兰德 全凭演技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 蜘蛛侠本身的观众缘 实在是太好了 想想他们在电影里 无数次经历的朋友 爱人和亲人的离世 他们简直是我看过的 超级英雄电影里 哭最多的英雄 你真的是只想看着 他们好好的活着 有着正常人的生活 而荷兰蒂这版全新的蜘蛛侠 因为时间线更加接近现代 甚至在科技方面 远远超越了当下 从而有了更积极的态度 和更多的可能性 这也将是蜘蛛侠英雄 无畏的主线剧情 小蜘蛛能否破除 历代蜘蛛侠 与反派你死我活的厮杀结局 尤其是这次 把原班人马的经典反派 也都一一召回 除了情怀梗 更是修复了很多 当年的特效局限 剧情一度让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部 万圣节党期电影 这么多已经死掉的反派 固然出现 三代蜘蛛侠 秒变捉鬼队的感觉 不过这里请大家做好准备 这部名为蜘蛛侠 英雄无归的电影 毕竟是小蜘蛛 三部曲的完结片 编剧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能力越大择越大的魔咒 终将出现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 三代蜘蛛侠都躲不过的宿命 同时也是这个角色 作为邻家大男孩 一方面深受欢迎 另一方面也总是命运多串 在超级英雄的征程上 总是遇到个人生活 与英雄身份不能兼得的困扰 从脱臂版的蜘蛛人 到佳飞版的超凡蜘蛛侠 编剧一直在努力打破 这个英雄必须孤独的宿命 例如佳飞和石头姐 就曾经一起对抗反派 但是结局也是非常悲惨 到了荷兰蒂这版 她每次出任务 MJ和最佳损友从不离身 无论多危险 荷兰蒂都被要求 不可以独自承担 梅宜和Happy也同样是她的帮手 让她成为了 蜘蛛侠里最不孤单的一代 并且互联的朋友圈 加上萨克的科技 让她成为了 最酷炫的一般蜘蛛侠 就算遇到了身份暴露问题 也可以找神奇博士 玩黑魔法解决 影片为了简化时间 和多元宇宙的问题 干脆就直接介绍 神奇博士是巫师 总之神奇博士 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而且还无条件帮忙小蜘蛛 感觉这也是 这集剧情里最大的bug 但是为了多元宇宙的开启 三代蜘蛛人同框 谁还会在意这个理由 充不充分呢 不过观众也别高兴的太早 虽然这一集的小蜘蛛 没有班书 但是那句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真言 还没有出现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句话的分量 通常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不夸张的说 整部电影的下半场 电影院里一直有人泣不成声 小蜘蛛的故事 虽然看起来比前两代更加幸福 但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宿命是不变的 无论朋友圈多酷炫 他都是纽约街区里的 平凡大男孩 现实生活和英雄身份 难以两全 如果你前面觉得 三代同框越激动 那么大家会别的时候 你就会越难过 整部电影里 确实有超多蜘蛛侠系列的脑梗 从反派到蜘蛛侠 各种新科技碾压 更重要的是 小蜘蛛有着潜在蜘蛛侠 没有的意识 那就是利用当下的高科技 拯救更多人的心愿 虽然他经常好心办错事 但这才是独属于小蜘蛛的行动力 来都来了 不试试怎么知道 谁说命运不能被改变 多元宇宙已经被打开 命运早已不同 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 让每个人都拥有更好的结局 蜘蛛侠英雄无辉 148分钟的影片 剧情满满当当 紧凑到不行 绝对是2021年末 漫威迷和蜘蛛迷的一场大连欢 同时也是漫威里最好酷的电影 没有之一 老规矩 想被剧透的同学可以私信我 最近加拿大电影院 1月中旬后 又要限制人数了 还没有看到朋友要抓紧了 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好电影和书一样 值得被反复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B站的用户 请点击关注 并一键三连 YouTube用户 请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